好我们继续带您来看看这份台湾国策智库的民调 因为毕竟呢我们很快就要到2015年了 那么眼看2016年 既然有75%的人认为可能真的要政党轮替了 那么希望谁来代表这个民进党参选2016的总统呢 在这份民调当中我们看到蔡英文是最高的 拿下了44.9%的支持率 接下来看到的是赖清德 不过呢其实好像还是有一段差距 赖清德是20.6% 接下来看到分别就是陈觉的8.8% 以及苏贞昌的8.6% 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17.1%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 那么希望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16的总统呢 在这里看到一致独秀的 当然还是朱立伦 他拿下了53.3%的支持度 但接下来呢 哇其他人选我们这边都先不看了 我们来看这三位 事实上在马金体系当中一直认为 极有可能会出头的就是吴敦义了 但是他在这三位当中拿的是最低的7.5% 我们来看看朱立伦下面的第二名是谁呢 其实是郝龙斌的9.4% 那么紧接赛后的是胡志强的8.3% 但我们接下来也要问了 如果说朱立伦他不出来参选的话 那么谁比较适合呢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 这个时候还是郝龙斌 29.6% 胡志强紧追赛后的26.4% 那么吴敦义呢 只有14.2% 连郝龙斌的一半都不到 那我们继续再来往下看 好 那在国族认同上的问题 那么这也可能是2016年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会被拿来吵的话题 另外我是台湾人的 有61.6% 61.6% 认为我是中国人的 只有4.4% 但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看到其他的2.8% 但是这一块是两者都是的 有31.2% 这代表什么意义 我们稍后请来并解读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 统独的议题上面支持独立的高达67.5% 期盼统一的16.2% 其他16.3% 好我们来看到这里 其实呢民进党内 现在看起来还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 参选总统的呼声最高 那么赖清德是以26.4%的支持度紧追赛后 那么2016总统大选 如果明天好像看起来好像 这个蔡赖配是不是呼之欲出啊 成型吗 来我一定要见缝插针 我要挑拨一下 为什么是蔡赖配 为什么不是赖蔡配呢 尤其是在未来两年很难讲 因为赖清德其实手上是有行政资源的 而且他的那个民意支持度 他可以告诉别人说 你看看我治理这个县市的成果是这个 但蔡英文会说我点点点 所以未来呢 搞不好这个事情还有可能 这个权力还会有可能转移 是不是这样 嘉青 很尴尬吗 不尴尬 那个 蔡徐配 姓徐的人很多啦 对 信赖的人很多 蔡青配 这个 我们台东有一位县长候选人叫做这个赖昆成 他说他辛然接受蔡赖配 这个岁末年终啦 我们是 其实谁要选 那选政选富 我相信通通是要为国家来做事情啦 那民进党会有民进党一个机制 那如果我了解没有错的话 赖市长是一个证人君子 他也提到过说 他会把他的任期做到满 做到好 那所以以目前这样的承诺来看 那么什么什么配 对他来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那他也会全力的协助民进党在2016大最好的选战 那至于民进党的这个组合会是什么样的组合 也要到过完年民进党的这个相关机制启动以后 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楚的一个明确浮现 那目前当然 我知道民间有非常多 媒体也好啦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很多学者啊 智库啊 大家都非常关心 那我想这个民调高低 是仅作参考啦 就像这个宣布了 说2016绝对不显的朱立伦 结果你看他民调出来 还是被蓝军拱成一军嘛 那距离好像 可见受访的民众不相信了 还是要投给他 对不对 是你看 所以我说 不过这个因为早有潜力嘛 马总统过去选市长也说了一百多次两百次不选市长 别说别说 已经是呼声最高民调最高啊 哦说的也是 对啊在台北市上民调最高啊 那调不是调假的啊 我个人是这么看民调啦 民调的数字是说给当事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民调数字是这样 然后就以为事实上就是这样 现实就已经是这样 事实上大家都要努力 包括我刚刚来在这个路上 还有民众 如同刚刚前面民调 他说 哎呀那明年这个2016之后呢 一定是你们民进党执政 我说怎么说 他说啊国民党就执政这么差 他就只回答我这么直接 还有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 其实也跟我们这个民调七成五的人说 民进党是可能2016执政 这样子的一个大趋势有关系 那那我们就能怎么回答呢 我最后回答大家的一句话 就是说 谢谢指教 不是 这个这个是马总统的专利 我不会学 我只有说民进党要努力成为台湾人民 一个选项 而且是一个好的选项 那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所以在2016之前呢 民进党该做的 包括我们的重大的财经政策 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 包括两岸的政策 包括年轻人这个公平正义的 这些相关的政治制度的配套 我相信我们都会努力的 透过包括我们立法院的党团 以及我们在这个 很多智库的平台上提出来 甚至我们也非常欢迎 未来国民党这个 就是现在国民党 即将要产生的新主席朱立伦先生 他在最近也要跟进我们的一些相关看法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那我们也很期待说 真的党产归功 真的让这个魔界脱掉 那朱立伦市长说 他要愿意学习 用这个比较合比 合理公平分配的方式 对 那希望他可以在新北市先做到 把他过去四年所开的那张支票先兑现 那我想大家都努力把自己成为人民最好的选项 我觉得这才是负责任的 还有他刚上任嘛 我觉得他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这一次选新北市长的竞选经费 跟这个支出公布一下 因为还来得及嘛 才一个没多久嘛 一个多月嘛 这会很了不起 那蔡委员补个挂 民进党2016怎么样 我认为说 民进党的挑战还非常多 不要把国民党 动作吃菜 国民党还有 很庞大的基层组织 那另外 两岸关系啊 确实是民进党 务实要面对 我个人是乐见说 蔡英文未来来参选总统 我对他非常放心 因为他的个性内敛 然后稳健务实 那民进党又是以台湾为本 人民为主的一个政党 所以如果未来在 这个整体台湾的民族 深化的过程当中 能让民进党再次执政的话 对章选台湾的主权 或者是这个政党轮替的价值 一定会跑出来 那我当然也不希望说 国民党就一败涂地 所以我刚刚才对国民党提了 那么多坚语 那事实上在这个民进党 老实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国家在马英九执政八年之后 整个经济的那种底盘 几乎被摧毁殆尽 所以未来民进党接手之后 这一经济问题 一定会成为我们执政最大的挑战 那这个挑战 现在连我都心惊胆跳 虽然看起来民进党有可能执政 但是执政之后 怎么样把台湾的经济再重新的能够翻转 这个确实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是真的是希望说党内的有志之士 未来就财经的部分 要多用点心 蔡委员 其实我们刚刚在民调当中也特别看到 那么大部分的民众有83% 甚至在财经政策上面有所改善 你刚刚也提到了 那么刚刚嘉欣说 其实民进党也自我齐取 希望能够是一个选项 而且是好的选项 我们都知道政党其实就有政党的问题 所以在民调里面也看到69.8%的人 希望还是要解决民进党的派系恶斗的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民进党非常挑战的两岸关系的改善 也有65.9% 民进党做得到吗 我还是相信说 这个民众对那种过去那种政治人物 整嘴吼吼吼 政见乱开支票 然后说会够做不够 说会怕死人做会笑死人 那种政客民众非常的讨厌 所以他们希望务实的 就是说非政治典型的人物 他们比较喜欢 这个也是科比现象